眼前的这趟火车是为数不多的近当列车之一 直917次 这个车始发站是西安 中道站是拉萨 今天晚上咱们就在千年古都西安出发 正式开启天路之旅乘坐火车去拉萨 现在是夜里11点 我们可以看到西安站的客流仍然很大 而今天咱们乘坐的这趟近当列车 是夜晚11点35的西安站发车 值得注意的是 这趟车并不是每天都有的 采用的是隔日开行 刚才下楼梯的时候 我就感觉这趟车有哪里地方不对 当透过车船看见里面沃普格局 我才反应过来 这也不是25T型客车呀 看来一下标识 果然是25G 既然走过豪野姐车厢 包括硬坐对面也是25G 作为Z字头列车 最高运行时速可以达160千每秒时 但是普通火车总要满足这个速度 就只能使用25T型客车 如果拿25G型客车 跑Z字头列车的话 它的最高运行时速只能跑到120 我买的沃普地方宽着了 还是个夏普 这是个残疾人专用席位 应该是开车之前 没有相关乘客的话 就会按照正常席位出票了 刚在西安发车没多久 已经迎来了中途的第一站咸阳 离开咸阳后 还有两分钟到12点 得抓紧休息了 昨天夜里到今天早上 火车一共停靠了四站 分别是天水 刚谷 隆溪和定溪 这回再停车就是甘肃省会兰州了 现在窗外已经能看着一片区域的工厂 打开地图看了一下 火车也即将开进兰州市区 没想到居然还提前了5分钟进兰州站 按照十个表上走的话 在兰州站要停19分钟 现在还是提前进站的 所以得停20多分钟了 才注意原来兰州站还是低站台呢 到兰州这边的温度又不高了 还有点冷的 这不是厕所漏下的了 是车上有人在用洗脸吃点水 这个是直接排地的 离开兰州后 咱们的艘列车将会一站直达到青海省会西宁 到这座城市我一直有个疑问 兰州到底有没有拉面 因为我之前听别人提过说是兰州没有拉面 但这就奇怪了 全国不仅是大城市还是小县城 基本上兰州拉面是随处可见的 现在列车通过的是兰州西站 兰州西这边感觉发展的挺不错 看这边的高楼大厦还挺密集的 火车现在已经出兰州市区了 正在跨黄河 这基本上是快达到25G的巅峰了 每一个地域都有自己独特的地貌 看见了南方的美景来到西北这边 让人再次眼前一亮 现在列车开到了兰州市的洪谷区 此刻列车正在通过的这座车站叫海石湾站 过了海石湾站 这边就属于青海省了 在地图上看了一下 这边属于海东市民河回族土族自治县 刚才开得挺快 现在临时停车了 真是不敢相信的 堂堂一个志达特快赶着代币货车呢 我天呢又来一个 现在在这已经停40来分钟了 在这居然看到了国内运行里程最长的广萨直特 这是由拉萨返回广州东的直266次列车 我天呢 足足在这停了正好一个点 现在正在经过的是乐渡站 这块也就是海东市的乐渡区 不容易啊终于要进西宁了 到达西宁后咱们这趟列车会更换成有氧列车 所以所有乘客都有在西宁站下车 这个车从兰州到西宁之间虽然一站之大 但是中途临时停车比较长 所以从兰州到西宁这个区间 比所有K字头列车都慢 站台上对面这个车 就是咱们这个车次的有氧列车 两个车的车厢号都是对齐的 这回有氧列车就是25T型客车了 水牌跟对面的不一样 因为这档车在青档铁路上 路过好风景的时间段是在晚上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在西宁站稍作停留 换成另外一趟能看着好风景的列车进藏 感谢观看